行政院长陈建仁在选后 依照宪政惯例在院会中率领内阁总辞 由群体阁员逐一签署辞职签成 居于我国宪政惯例 以及对新总统及国会新任局新名义的尊重 我已经向蔡总统请辞 总统蔡英文表示 陈建仁上任一年多 推动各项国政 让国家在疫情后稳定进步 同时考量新现任政府将展开交接 因此为留陈建仁 直到520任期结束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看守内阁时期 直到部会首长及政府院长交接为止 在这一段期间 请所有部会务必要坚守岗位 持续推动国家政务 行政团队仍需要以战战兢兢的态度 来妥善照顾人民的日常大小事 并且为台湾长远的发展 打下更坚韧厚实的基础 内阁正式进入看守阶段 外界也关注接任隔魁人选 包括副院长郑文灿 前文化部长郑力军 和总统国秘书长林嘉隆等人都被点名 新唐人杨特电视台湾台报道 想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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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